我们这样比赛打得很艰苦 就是说其实我们很有力的 而且我们也有这个实力 因为我们制定出来就是要赢取 所以说打成这样我觉得我们失败了 极电对手是联赛的未免冠军 不过主教练于东风则坚定地认为 球队完全有机会在主场全取三分 开场之后 神花队反客为主率先发难 范志毅在禁区内的征顶宫门 被门将李秋克奋力拖出 两分钟之后 9号齐鸿在30米的位置尝试了一脚远射 全星队虽然进入比赛的状态稍慢 但球队的第一次进攻便造成了不小的威胁 10号马迈罗利用对手防线的失误 在右侧形成了机会 不过最后在禁区内的攻门 偏出了球门范围 随后全星队继续沿右路展开攻势 马迈罗接应队友的做球 再次在禁区内获得了机会 随即送出的横敲 也是恰到好处 只可惜彭小邦在远端 错失了一次空门的机会 在上半场随后的时间里 主场作战的全星队 逐渐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 不过面对申花队的外援门将高家 却始终无法取得进球 0比0的比分也是保持到了半场结束 下半场一边在战 申花主帅徐根宝 换上小将谢辉力争扭转颓势 比赛第51分钟 朱祺送出的长团 造成了全星队的造月为失败 范志毅随即的停球 与衔接也是一气合成 最后用一脚冷静的低射 帮助球队打破了比赛的将军 落后的全星队 同样通过换人调整 来加强进攻力度 几分钟之后 马迈罗接应卫群的投球征顶 顺势在禁区内摆脱了对手的盯法 最后抢在门将之前 将场上的比分搬成了1比1 而申花队显然不甘心平局的比分 随后 球队尝试通过接连的攻势 再次取得领先 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反倒是全星队 利用一次搅球机会 由马迈罗在混战中将球打进 球队离首次战胜上海申花 如此之近 申花队随后大举进攻 力争颁颁平比分 比赛第81分钟 法比亚努的解围 送给了客队搅球机会 而申花队正是通过这次搅球机会 由范志毅完成了投球破门 最终 两队以2比2的比分握手言和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